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集节目播出了以后 引起了巨大的回响 主要是因为最后一种解释 说韩跟诺亚的妻子乱伦的这种看法 确实令人感到震惊 这种看法有许多人支持 也有许多人反对 不管你是支持或者是反对 首先我要讲的是 观点是不是我个人提出的 我只是表达对这种看法的支持 但是我不想因为支持这种看法 就因为捍卫他来丧失我的学术客观性 所以我尽量不对反对这种看法的网友来提出反驳 也有人认为这种论述曾经有某位牧师写过 也有人说某位频道的主持 跟某位基督教的网红都曾经在他们的节目当中说过类似的题目 我要说对于有争议热点的主题 大家都有看见这是理所当然的现象 我只能说引用讨论学术上不同的观点 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除非是剽窃某个人的学说来当做自己创建的学说以外 相同类似的讨论只能算是英雄所见略同 我们不要避轴至真 对此来大作文章 我在这里郑重的声明 我从来没有剽窃过谁的学说来给自己争光 对于热烈的节目讨论留言 我的个人的时间跟能力回应的有限 因此我没有办法能够逐一回答全部网友们的提问 也请网友们要发问以前 先看看留言板上面 是否有其他人提出相同的问题 我已经回复过了 没有回复的也请你见谅 至于那些不理性的网友恶意的攻击 那么就抱歉了 请你去其他你喜欢的视频里面 发表你的高见 言归正传 今天的诚心诚意节目 我们还是来讨论 这段来自创世纪第九章 第20到第27节的经文 但是我们有不同的主题 先来读创世纪第九章 第20到第27节 诺亚做起农夫来 栽了一个葡萄园 她喝了园中的酒便醉了 在帐篷里赤着身子 迦南的父亲寒 看见他父亲赤身 就在外边告诉他两个弟兄 于是散和亚佛 拿件衣服搭在肩上 倒退着进去 给他父亲盖上 他们背着脸就看不见父亲的赤身 诺亚醒了酒 知道小儿子向他所做的事 就说 迦南当受咒诅 必给他弟兄做奴仆的奴仆 又说 耶和华散的神是应当称颂的 愿迦南做散的奴仆 愿神使亚佛扩张 使他住在散的帐篷里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这段经文最后是这么说的 愿迦南做散的奴仆 愿神使亚佛扩张 使他住在散的帐篷里 又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这个地方是重点 有许多人问我 到底中国人是挪亚三个儿子当中的 哪一个的后代呢 传统都说中国人是散的子孙 也有人说中国人是韩的子孙 甚至说中国人就是迦南的子孙 因为挪亚说了关于迦南 要做散的奴仆的这个预言 加上了上集节目说到 迦南可能是韩 跟诺亚妻子乱伦以后的私生子 这个论点恐怕要引起更大的争论 让大家在心里上面难以承受 针对华人基督教界多年以来宣称 中国人是挪亚长子散的后裔 但是有解经家认为 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节说 看啊 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国来 当中的秦国 希伯来原文是悉尼 这个悉尼也就是韩的后裔 于是这些学者们就说 中国人不是散的后裔 应当是韩的后裔 到底这种说法正确吗 本集诚心诚意节目 我们就来讨论 中国人是挪亚哪一个儿子的后代 创世纪第10章 第1到第5节说 挪亚的儿子 散、韩、亚佛的后代 记在下面 洪水以后 他们都生了儿子 亚佛的儿子 是戈灭、马格、马代、亚丸 土巴、米瑟、提拉、戈灭的儿子 是亚什基拿 利法、陀加玛 亚丸的儿子 是以利沙、塔斯、基提、多丹 这些人的后裔 将各国的地土 海岛分开居住 各随各的方言 宗族立国 第一个问题 有人要问 散、韩、亚佛 到底谁是长子呢 按照圣经记录的顺序 以及犹太人的塔木德里面说的是 散是长子 韩文圣经 中文圣经 也是这么说的 但是英文圣经 部分记载的有所不同 英文圣经里面的 Kim James Version 跟NIV当中记录的是 亚佛是散的哥哥 NASV当中 则翻译成为 散是亚佛的哥哥 究竟散跟亚佛 到底谁是长子呢 这是个圣经难解的问题 因为各说各话 而我们这集 先不来讨论这个问题 创世纪第十章 第一到第五节 先介绍了亚佛的儿子 亚佛生了戈灭 马哥 马代 亚丸 土巴 米色 提拉 等七个儿子 然后圣经又罗列了 哥面儿子 也就是亚佛的孙子的名字 从他们开始出现了 语言分化 并且产生了许多的种族跟国家 亚丸 也就是希腊人的先祖 土巴 米色 主要是集中在东亚 以及黑海之间的地域 因此 我们可以推断 亚佛的后代 主要是集中在地中海沿岸的希腊 意大利 西班牙等地 明显的 亚佛的后代 就是欧洲人的祖先 亚佛的后代 分布非常的广泛 挪亚的预言 说愿神使亚佛扩张 使他们更加的强大 这个预言 后来果然成为了事实 现在的白种人 也就是亚佛的后代 分布在欧洲的全境 俄罗斯 北美大陆 以及南美洲 以及澳大利亚 遍及了全球 应验的诺亚的预言 接下来 我们来介绍 韩的后代 创世纪第十章第六节说 韩的儿子是古时 麦西 佛 迦南 古时 指的是现在 埃及以南的 埃塞尔比亚 或者是苏丹 这个地方 麦西 是指着埃及 在旧约的时代 埃及被称为麦西 麦西在 希伯来语圣经当中 以负数的形式来出现 意思是两块地的意思 从前 尼罗河流域 聚集了很多的黑土 于是 就起了黑土 这个名字 另外一个地方 聚集了很多的红土 这两个地方 合称就称为埃及 也就是麦西 佛指的是现在的利比亚 或是索马里亚的这个地方 在非洲的东北部 也就是说 韩的后代 生活在江南地 巴基斯坦 非洲东部的地区 现在的埃及 埃塞尔比亚 苏丹 就是韩的 后代的居住的地方 创世纪第十章 第七到第八节记载 古时的儿子 是西巴 哈菲拉 撒佛他 拉玛 撒佛提加 拉玛的儿子 是士巴 底旦 古时又生宁禄 宁禄是世上英雄之首 宁禄 作为古时的后代 在这里特别圣经详细的介绍 宁禄非常的勇猛 是大力的英雄 这时我们想起了洪水以前 创世纪第六章 出现的被称为伟人的英雄 他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所以俗语说 像宁禄 在耶和华面前 是个英勇的猎户 宁禄是打猎的能手 是一个无意操寻的人 他建造了城市 垒足城墙 建造了亚树 以及巴比伦王国 创世纪第十章 第十三到第十四节 接着记载 麦西深路敌人 亚拿米人 利哈比人 拿佛土西人 帕斯鲁系人 加斯路西人 加菲托人 从加菲托出来的 有菲利士人 菲利士人就是现在的巴基斯坦 所以说巴基斯坦人 也就是属于韩的后代 创世纪第十章 第十五节到第十八节记载 迦南生长子西顿 又生贺 和耶布斯人 亚摩利人 格加沙人 西魏人 雅基人 悉尼人 亚瓦底人 喜马利人 哈马人 后来迦南的诸族分散了 其中的悉尼人 也就一开始我们所提到的那些学者们 认定就是秦国的原文 西尼 他们说秦国 西尼 也就是指着中国 因此他们说 中国人不是散的后裔 而应该是韩的后裔 关于这种看法是否正确 我们等一下再来讨论 我们先把创世纪第十章读完 创世纪第十章 第十九到第二十节接着记载 迦南的境界是从西顿向基拉尔的路上直到加沙 又向索多玛 俄摩拉 亚马 西扁的路上直到拉沙 这就是韩的后代 各随他们的宗族 方言 所住的地土 邦国 总结以上韩的后裔 应该就是非洲黑人的先祖 而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六节当中 诺亚预言 迦南的后裔将会做散和亚佛后代的奴隶 在公元前三百三十年 亚历山大大帝征服了整个波斯帝国 将迦南地这块土地加入广大的欧洲帝国的版图之内 亚历山大大帝打败了菲尼基人 苏美尔人 亚述人 以及巴比伦人以后 亚历山大大帝在各地设立了代理人 并且安置他的兵团在征服地当中 亚历山大所设立的帝国维持了三年 这个亚历山大帝国存在的期间 亚佛也就是希腊人的祖先 确实是住在散的帐篷里面 事实上在亚历山大大帝以前 迦南人曾经被约苏亚的军队入侵 当时候大概是公元前一千四百年 在这种情况之下 迦南人除了成为亚佛的奴隶以外 还是散的奴仆 在亚历山大大帝占领巴勒斯坦的期间 迦南人成为亚佛的奴隶 但是如果我们细看创世纪第九章第二十七节 愿迦南做他的奴仆 当中不是很明显的代名词 他好像说的是亚佛 从这个地方看来 要在亚历山大占领迦南帝的期间 挪亚的预言才得到应验 而迦南于是就成为了亚佛的奴仆 所以这个预言最后还是成立了 说完了韩后代 我们接着讲创世纪第十章第二十一到第二十二节 当中散的后代的记载 亚佛的哥哥散是西伯子孙之主 他也生了儿子 散的儿子是以兰、亚树、亚法萨、路德、亚兰 创世纪第十章 从现在开始介绍散族的后裔 因为耶稣就是通过散族所出生的 所以这段内容在以后的圣经当中 占据了主导的地位 这段突然出现的西伯是什么意思呢 西伯原文是对面土地的意思 它的意思很重要 犹太人的祖先被称为西伯来人 西伯来语言是西伯人所发明的 西伯来人的祖先也就是散 西伯在优法拉底河 以及美索布达明亚东部 以及东北部的地区 亚树在美索布达明亚北部的地区 在迪格里斯河上游建立了亚树的首都 亚兰是亚美尼亚的祖先 他们用的是亚兰文 在新约圣经当中 耶稣用的也是亚兰文 创世纪第十章第二十三到第二十四节 接着记载 亚兰的儿子是乌斯 护勒 基帖 马斯 亚法萨 圣沙拉 沙拉生西伯 这里说沙拉生西伯 创世纪第十章第二十一节 也说散是西伯的祖先 西伯也就是西伯来 也就是说散是西伯来民族的祖先 所以犹太人是散的后裔 这是圣经所记载的绝对是不会错的 读完了创世纪第十章 接着我们来讨论 中国人是诺亚三个儿子当中的哪一个的后代呢 以赛亚书第四十九章第十二节说 看啊 这些从远方来 这些从北方 从西方来 这些从秦国来 中文圣经 秦 原因是悉尼 有许多人说 悉尼也就是中国人 悉尼原文是单数 Sini 指的是迦南的儿子 悉尼原文是负数 Sini 是悉尼人的负数的形式 根据读音 古西伯来语跟现代的西伯来语当中 都称为中国是Sin 发音确实是很像秦 而跟迦南的其中一个儿子叫做Sini 联想在一起 因此有些人就指出了 Sini 就是指着包括中国 香港 澳门 台湾 在内的全世界的华人的总称 就是Sini 这种说法 其实只是在玩文字游戏 语言文字读音相似的字很多 不能以此就认定一定会有关系 这些人又推测说 神农就是圣经当中的散 皇帝则是寒 炎帝则是亚佛 他们是诺亚 也就是女窝 五百岁时所生的孩子 而诺亚也就是中国神话当中的女窝 是马吐撒拉 他们认为也就是福西的孙子 也就是亚当 他们认为亚当就是少典 以及夏娃 他们认为夏娃也就是有窝 的帝时代的子孙 这些人又强调 其实中国人并不是炎皇子孙 而是皇帝的后裔 也就是韩的后代 关于以上这么多假设性的推测 我确实佩服他们的想象力 至于神龙是不是散 皇帝是不是寒 炎帝是不是亚佛 这些说法不是你说了算 要拿出实际的考证的凭据 也期待这些学者们能够提出更多的证据 来证明这些推测 对于华人是散的后裔的学说 这些人也提出了反驳 他们说 炎皇子孙里面没有多少人是认识散的神的 相反的 炎皇子孙对于印度这个来自牛鬼蛇神之邦的偶像倒是趋之若鹜 中国人的子孙又称自己是龙的传人 圣经当中的大红龙指的是撒旦魔鬼 也就是说中国人自古就开始崇拜撒旦魔鬼了 所以从这个民族的劣根性来分析 中国人应该就是韩的后代的子孙 关于这一点我倒是要提出不同的见解 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这是一个误谬 怎么说呢 因为在古时候 如果一个中国百姓说 我是龙的后代 他绝对不会受到褒奖 而是可能会被政府抓去治罪 甚至是砍头 因为只有中国皇帝才配用龙的称号 所以中国人根本不是龙的传人 其实自古以来一直到民国的时期 中国人都不认为自己是龙的传人 而只是用龙作为图腾的象征 一直到公元1978年 台湾的作曲家侯德剑创作了一首歌 叫做龙的传人 这种中国人是龙的传人的说法才开始流行 所以说中国人是龙的传人 这是一个误谬 中国人自古就开始崇拜撒旦魔鬼吗 这是真的吗 我一向不赞成 用不理性的态度去批判和我们不同的信仰 这种人把佛教说成了敬拜印度的牛鬼蛇神 这是不理性的态度 而且会闹佛教徒的口实的 更何况佛教传入中国死于汉朝 跟基督教传入中国的时间差不多 这种分析在历史上也站不住脚 不同于这些人的论述 也有许多的基督教学者认为 我们的先祖宣元皇帝当时所祭拜的天 是跟散的神独一真神的信仰是有关系的 也有人提出中国人跟犹太人有许多相似点 甚至有人说善于经商的中国人 是东方的犹太人 于是推论说中国人就是散的子孙 这种推论虽然符合了部分华人基督徒的期望 但是用这种论述来断言 中国人就是散的后代子孙 也同样是不理性的 也有人说中国人是诺亚直接的后裔 因为有一只奴窝族 Noah跟奴窝很同音 洪水以后这个奴窝族于是就来到了东方土地安住下来 成为了中国的奴窝族 关于这种是一种传说 没有实际的搞成凭据 也没有什么说服力 我们应该就事论事 要讨论真相就要拿出证据来 不可否认的犹太人至今仍然称中国为秦国 而西方人叫中国叫做Cina或者是China 但是在以赛亚写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节当中预言的时候 中国的历史还没有到达秦朝 而只是在战国七雄的期间 远在以色列那方的以赛亚就怎么可能知道 中国那个时候是春秋战国七国混战的时代呢 以赛亚更不可能会知道最终秦会并吞六国 统一成了中国 以赛亚不只说中国是秦国 他更指着末时的秦国 会有许多人来信耶稣 这段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第49章第12节当中的预言 说到了雅各支派的父亲 以色列回国以后的事情 会有许多人从非洲各国 从北方 从西方 还有从秦国来到耶路撒冷来朝拜的这种情形 就算当时候的犹太人已经知道了中国 也就是秦国 这也只是音译 未必就指着秦国 也就是迦南的儿子 西尼 我只能说 提出这种论调的人 联想力太丰富了 事实上 从人类学的角度来看 现在世界人种虽然很多 但主要的是黄种人 白种人 以及黑种人 三种人种 亚佛的后代是白种人 这是可以确定的 创世纪第10章第6到第20节记载 韩的后裔 他们向西方迁移 占领了加南地 又往南方占领了非洲 成了非洲的黑人 部分韩的后裔 也迁徙到印度的南边 成为了部分的印度人 也跟部分的散的后裔混血 成为了部分的阿拉伯人 这个部分 因为在洪水以后 就有韩族的古时的后裔 西巴 哈菲拉 沙佛塔 士巴 底旦 和散族 约丹的后代 哈萨马非 乌萨 士巴 厄斐 哈菲拉等族人 日后跟亚伯拉罕时代 有拿赫的儿子 乌斯 布斯 鸡靴 哈索等族的人 再有亚伯拉罕从 夏甲所生的 以什玛利 这一族人 跟他的后裔 尼拜约 基达 杜马 马萨 提马 基底马 等族的人 又有亚伯拉罕 从基土拉 所生的米蛋 米甸 苏亚 底蛋等族人 但是这些族人 长期混血的结果 就成为了现今的阿拉伯人 而在创世纪第十章第一到第三十三节的记载 散的后裔 他们向东方迁移 散布在亚洲的各国 根据考古学家跟地理学家 以及人类学家 根据圣经地名的指引 他们认为 黄种人也就是蒙古利亚种人 这个蒙古利亚种人 包括了印第安人 也包括了太平洋岛屿的棕色人种 还有土耳其人 达旦人 缅甸人 太族 埃斯基摩人 中国人 以及犹太人 虽然在公元七十年 罗马攻破了耶路撒冷以后 犹太人闪居在欧洲各地 跟白种人混血以后 现在的犹太人 已经跟我们长相有许多的差异了 但是大部分的人类学家还是认为 中国人就是伞的子孙 通过本集节目的探索 我们知道 神创造人 以后祝福人 资深繁多 后来神为了传扬自己的喜事 特别拣选了犹太人这个民族 但是神不是更喜欢伞的后裔犹太人 而去厌恶其他的民族 因为神同样也喜爱其他的民族 创世纪第十章当中 强调了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 虽然现在的世界 分出了各个民族以及国家 这个各个民族跟国家 彼此之间会互相憎恨 互相争斗 但是我们的祖先却是同样一个 因为神起初通过了亚当来繁衍人类 后来又通过了诺亚来繁衍人类 因此所有的人都是亚当 都是诺亚的后裔 神的希望是 我们人应该彼此照顾 神曾经质问杀死弟弟的该隐 说你兄弟亚伯在哪里呢 虽然我在这集节目当中 中国人是诺亚三个儿子当中的 哪一个的后代这个问题上面 我是支持中国人是散的子孙的 但是我也要提醒 和我同样支持中国人是散的子孙的 弟兄姐妹们 神可能会问我们一个问题 那就是 在你跟别人争辩 中国人是不是散的后代的同时 你是不是也在歧视 韩的后代子孙呢 事实上 韩的后代子孙当中 也有许多爱神爱人的好基督徒 神爱每一个民族 任何的族群 不管他的祖先如何 只要是相信耶稣基督的 都会被神所接纳 所以我们不应该歧视任何一个民族 弟兄姐妹们 你同意吗 以上就是本集诚心诚意节目 为您所介绍的 中国人是诺亚哪一个儿子的后代 我们下次见